大家好,大家看着我捧着一盒菜,是不是以为我买菜呢? 其实不是的,因为很多朋友都问我收藏这么成功,有什么秘诀 我决定不定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饮食 因为刚刚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由我女营养师Elly推介的七日去水种汤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M度的时候都会肥几磅 我自己就会,至少肥三四磅 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喝这个去水种汤 如果和一样一开始喝的朋友不太习惯 就可以和一样喝四天,而且材料是很简单的 在街市、超市都可以买到的 其实很简单,大家把所有材料洗净,刺成一粒粒 用一个大煲,然后全部放进去,煮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刚刚开始喝的话,就可以加少少黑胡椒,调一下味 平时我就会吃这个仪美见的代餐 这一份就会当它是一份的菜,这样吃 我其实已经喝了三个月,每次经期完之后都会喝 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越来越喜欢吃蔬菜 另外,大家也看到我整日吃惊美的代餐 有些人就会问,是否好吃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棒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今次就推介一些我私心最喜欢的味道 首先就是这个,奶油纤菇鸡 如果大家和你一样很喜欢吃八十忌廉的朋友,就适合了 你去餐厅吃吧,又腦又肥又高卡路里 但这个只有一半只148卡路里 而且很好吃,真的非常推介 我通常会配饭 饭最喜欢他们的礼物公墨饭 一包有224.7kcal 但我和我的宝贝一起分享 所以会过分量减半 如果那天我吃了太多东西 我会晚上吃得简单 通常会吃他们的举药面 因为举药面的口感也蛮好 尤其是很适合夏天吃 热时会吃一些凉拌举药面 拌两匙羹的低卡的芝麻酱 超棒 因为举药面其实一包只有14kcal 而且好像有分幼身和粗身 这个举药面是粗身的 另外一个举药面是粗身的 两款都一样很好吃 还有一个菜我也是非常推介的 就是这个咖喱薯仔牛腩 有没有想过我减肥也可以吃牛腩呢? 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里面是没有肉 其实里面有很多肉的 我觉得拌举药面也是一流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私心推介 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口味 如果你们对营美建代山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看 因为他们好像有不同的套餐优惠 接下来他们也好像会去不同的地区 放一些展宵汤 还有神秘优惠 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就记得不要错过了 详情记得看他们的粉丝 我下次再和你们分享我其他的瘦身秘技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我更多的瘦身方面的东西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的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一起瘦 我瘦到 你也可以 只要努力的话 下一个瘦的就是你了 拜拜